第一卷 三十四章 在魏海萍走过来之前 我叫灵满先到湖边那里坐一坐 告诉灵满我们要跟魏海萍说些话 不希望让他知道 灵满很乖巧地摁摁头 挂念地看着走路略显得有点吃力的魏海萍 不管这个人怎么恶冠满营 双手沾满着多少人的鲜血 但至少他在灵满面前 还有一个合格的父亲 我不想摧毁一个无辜女儿心目中 父亲高大的形象 魏海萍终于走到我们面前 在灯光下他来回地打亮着我们 他的余光望向湖边的灵满 估计他是看到他安然无恙 这样他才松了一口气 魏海萍的声音有点差异 就你们两个? 估计在他想象中 要对付他的 不应该是我和景成这样的人 雇佣兵呢? 杀手呢? 谁叫你们来的? 景成并没有担心魏海萍带保镖或报警 他面无表情地重新坐回到墙灯上面 轻轻地拍拍旁边的位置 示意魏海萍坐下 然后他将关于他的所有档案交给他 魏海萍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 简单地翻了几下 然后处遍北京地说了 嗯 想要钱 你就开个假吧 你认为 你的命值多少钱? 景成淡淡地一笑 然后反问他 魏海萍极其地镇定 不管派你们来的人 给多少钱 我得相赔 景成在身上 扔出枪 在魏海萍的面前 把弹夹拿下来 里面装满着子弹 在灯光的掩影下 显出奪人心拍的光芒 他重新上了堂之后 张智昌顶住了魏海萍的腰间 他面弱冰箱冷冷地盯着他 即时魏海萍的豪杰移动了一下 他的眼神有些慌烈 九二色五点八口径手枪 使用DAP九二色手枪子弹 在五十米内 可以穿透1.3毫米厚的钢板 如果近距离 对人体造成射击的话 出塘的子弹 在进入身体之后 便会高速旋转 导致人体组织 出现喇叭状形空腔 状伤面积 是这粒子弹横截面积的上百倍 景成的目光 冷冷地盯着魏海萍 我现在开枪的话 你生存的几率不到百分之一 魏海萍低下的头 看看腰部的枪 担高的头 竟然恢复了平静 你以为我会惊死? 相信你都看过这份档案 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最多还有两年的命 早死迟死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可不可以换一个地方 我不想被我的女儿看到 被你提供军火射杀的平民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也有子女? 你为什么 又不怕他们的子女看到? 我父亲 是安哥拉被榴弹击中 死在我怀里面 你们应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 如果有地狱的话 一定就是那里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每日都有很多人死 死亡在那里成为了很尋常的事 魏开平很平淡地告诉我们 他曾经憎恨 和无被厌恶的人坚地欲 但是连自己的性命 都没有办法保护的人 连憎恨的权力都没有 战乱源于贪婪 而混乱就造成了死亡 如果想在那个地方生存下去的话 就一定要变得更加贪婪 没错 我是靠贩卖军火 换取钻石 我也知道 每粒钻石都沾了鲜血 但是你们看不到一起的背后 我缔造了新的秩序 比武装的军阀越是强大 反而死亡就越少 你们只是知道血钻 但是就不知道死一批人 能够救更多人的道理 我做到了 我用军火和钻石 为他们带来了和平和希望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做错 我意愤填膺地绿石毅海平 你用剥夺人家生命的方式 你成就你的贪婪 最后还用希望和和平来分析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 才会导致文不聊生 哀嚎死野 如果不是我提供的军火 你认为最后的战乱双方 会达成停火协议吗 不会 绝对不会 我看在熟悉那里的生存法则 若欲强食在那里真是淋漓尽致 只有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 才会出现和平 是我 是我用牺牲一部分的人 而拯救了所有的幸存者 景成笑了一声 他的表情令到我有点触摸不透 他担高头看着我 理论上 理论上他真的对吗 我大客气 啊?你...你... 只有秩序能够最终终结混乱 而所谓的和平 都是建立在世军力敌的基础上 但现在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 我需要你帮我完成没有做完的事 因为暂时 我还需要跟你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 景成说完之后 竟然把枪口调转了 将这手枪放在魏海平的手里面 我目瞪口呆 我完全说不出你 甚至乎 连魏海平也反应不过你 看着手里面的枪 他一面黄言地说了 你们...你们不是过来杀我的吗? 我对你的命不感兴趣 竟成真正自弱地靠在长椅上 但并不代表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杀你 但是... 在37个小时之内 会有变态杀人狂过来处决你 变态杀人说? 魏海平更疑惑了 为什么要杀我? 景成回答他说 这个就是我想要知道的答案 魏海平来回地打量着我和景成 他跟着问 你们... 你们挟持我的女儿 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 景成这样说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 事实上 我宁愿你被人处决 不过... 比起你的死 我更想捉住要杀你的人 变态杀人狂? 魏海平突然笑了出声 看着手里的枪 他万不惊心地放在一边 哈哈哈哈 想要杀我的人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 就算真的有变态杀人狂 恐怕还要排队才行 而且 我不认为你们所说的什么杀人狂 能够接近得到我 景成的目光 落在湖边的灵满身上 你或者不会担心的 不过 你应该为你的女儿想想的 魏海平听到景成提及到灵满 他整个人好像瞬间那样被人激怒 他拿起把枪 顶着景成的脑 跟着说 记住 不允许提及我的女儿 我杀过的人超过你想像 不在乎多杀一个 你是不是想让他知道自己的父亲 是一个杀人兇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开枪 景成丝毫不动声息 他极其平静 魏海平拿着枪的手 明显扭动了一下 景成的嘴角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如果你还没想到的话 就把枪放下 但是我们现在来谈谈谈 关于你女儿的事 魏海平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很不甘心地放下枪 好 你想谈什么 我在长凳上拿起了档案 在魏海平面前 随意翻阅 你雇用了特种部队 退役军人做保镖 还买了防弹车 加强防御 但是你这些安保措施 只能防备雇佣兵 但这次要拿你命的 是心理扭曲的变态怪物 而且还是极高智商的怪物 魏海平不以为言地说 有区别吗 我的手轻轻地在档案上拍拍 接着回答着说 我们可以在档案中找到你的女儿 变态杀人狂同样也可以 等凌晚被发现的时候 恐怕被杀的就不止你一个了 在未来的37小时里面 你要确保灵慢的安全 而我们要寸步不离跟着你 你既然出现在变态杀人狂的死亡名单上 我可以肯定 你最后的死因不是病情的恶霸 你的雇佣兵和防弹车 这次救不了你的命 只有我们才能救你 警成加重声音对着魏海平说 记住 我不是想救你 过了37小时之后 你什么时候死 怎么死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 我要你取消未来37小时的所有安排 足不出会这样留在家裡 相信变态杀人狂 会不择手段地接近你 我对着魏海平很冷漠地说 你可以当成一场交易 你配合我们救自己的命 而我们就可以抓到杀你的人 你是成功的商人 永远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相信这是两全其美的建议 你应该不会拒绝的 警成折过头来 向着魏海平说 魏海平的目光 搞结地和警成对视 校园的广播 又是在重复播放中 关于协查我和警成的紧急通知 魏海平来回地打量着我们 很显然 他已经发现我和警成 正是广播当中被告知的危险人物 好 我答应你们 魏海平放下枪 然后很快地答应了 这一次轮到我感到诧异了 之前的魏海平明显对变态杀人狂不失一顾 为什么反而听到广播之后 他就选择了同意呢 他比你聪明 警成应该是看得出我的疑惑 他根本不在乎我们是哪一个 他能够在战乱当中生存下来 他很清楚生存的法则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就算是暂时的 也要拉拢利用 我现在剩下的 只是有命和钱 你们两个既然不是为钱而来 而且明明有机会杀我 但是又把枪交给了我 说明我身上根本没有你们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就是 你们找到我的女儿 魏海平的目光露出了精明的搞结 他直言不畏地对着我们说起 他一直千方百计地隐藏灵满的存在 就是担心牵连到他 一直以来 不管是再厉害的杀手 还是雇佣兵 都没办法查到灵满 但是我和警成 竟然可以追查得到 能够被你们追捕的人 想来也不是犯犯之辈 你们是变态也好 癫的也好 对于我来说 并不重要 你们想要抓到杀我的人 首先必须确保 我不死 那还有什么 那些 比用变态和痴善佬 来对付变态杀人狂更加好的办法 我冷笑一声 对着魏海平说 我真的很期待 在不久的将来 看到你被杀的消息出现在电视 或者是新闻报纸的头条那里 啊 其实不用很久 两年时间而已 或者你根本就等不到被杀那一天 我真的突然之间 不希望你被人杀死 我更加愿意看着你 在病床上痛不欲生 受病痛折磨而死 那种生不如死 到最后慢慢耗尽最后一口气 不过我不理你怎么死也好 我都可以见得到 毕竟我的命比你更长 魏海平根本上没有被激怒 他甚至乎对着我小笑 但是他的笑容就朴朔迷你 我有点看不明白 我有今天 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精明 我只是让任何人知道 如何生存下去 当然 我的运气也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好一点 我相信这份幸运 会一直延续下去 或者我能够受忠正寻 都说不完的 都说不完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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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